而在副理箱 箱工所每年都会因应训起 以及台风借节的来临 提升社区居民对防灾的意识与技能 落实灾害防救整备工作 18号的上午在竹田村轮田大桥左岸堤防 举办了防训抢险演练 模拟强烈台风来袭 所可能发生的各种灾害情境来演练 以强化整体防救灾的应变能力 并且也推广社区自主疏散避难的重要性 副理箱工所每年为因应训起 及台风借的来临 提升社区居民对防灾的意识跟技能 落实灾害防救整备工作 18号上午在竹田村轮田大桥左岸堤防 举办防训抢险演练 模拟强烈台风来袭 可能发生的各种灾害情境演练 以强化整体防救灾的应变能力 并且推广社区自主疏散避难的重要性 请民众要保持冷静 在前往收容中心之后 可以协助社会客的人员 为防患于未然 布里香这次演练提升布里香民 紧急应变能力 使政府相关防救灾体系 以及救灾单位熟悉全责 及组织架构联合运作机制 收敛各种救灾器材 以及救灾方式运用 如果真的是在今年的一个年中 或者是年底的时候 不管是天灾 或者是台风 或是地震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本身在这个 只要有训练的话 有沟通的话 有整备的话 我想在任何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都能够迅速的依照 我们平日的一个训练 来做一个最有效 最迅速的把这个灾害降到最低 减少民众的生命财产的一个损失了 江东城期盼社区寻守队 在平日教育与训练发挥自救 护救他救结合相关工法演练 平时做防备防灾的种子成员 在灾害发生时扮演引导联系与应变的角色 希望社区能自救把灾害降到最低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